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今天在這裡我則要跟各位發表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POLSTAR這個品牌 另外就是我們全新的這個POLSTAR的V610這部車子 那各位知道POLSTAR這個是一個瑞典的一個賽車公司 它1996年開始設立 BOBO就開始跟它很多的合作進入賽車 那各位知道BOBO其實算是一個安全體貼的品牌 但是它心裡面還是留著 它的血液裡面還是有汽油 有時候有柴油 所以也是很喜歡賽車 各位還記得以前那個24的那個 兩門又大又重的帶著渡輪跑車 在賽道上跟三系列搏鬥跟M3搏鬥 那個其實是一個很經典的畫面 但我們這個成績也不錯 後來在90年代BTCC用850 那時候第一個車場用旅行車 用威能下去比也是BOBO 所以其實BOBO對賽車其實有它的堅持 跟它的想法 所以在1996年開始跟POLSTAR有很多的合作 那最棒的是在2015年的時候 POLSTAR還是一個子公 是一個另外獨立的公司 2015年BOBO正式決定把POLSTAR收購為它己有 所以現在等於說是POLSTAR就是BOBO下面的一個品牌 那至於有這個品牌我們希望就能夠著力把它做更多的露出 也就是說在不只是在台灣 在2016年也是POLSTAR這個品牌 正式BOBO推上國際的時代 它除了旗下有 例如說是像晶片改裝以及其他套件以外 它最重要的是它由原來在SDCC 等於在瑞典當地的一個賽事 進軍到WTCC這個世界的房車錦標賽 從今年開始 另外它原來就有推出的S60跟V60的POLSTAR 也由原來是幾個國家的市銷 擴大到六十幾個國家 台灣包括也是在內 所以今天會上市 另外除了我們的感裝 除了在原來的電腦專體的提升以外 在其他的包括靜牌器外觀等等 我們都有全新的套裝也在一起上市 所以今天等於說是BOBO 在這邊跟各位推薦這個POLSTAR這個品牌 除了今天要跟各位介紹到V60POLSTAR以外 也會以後將來所有的BOBO車系 包括像未來的90等等都會有POLSTAR的車型之外 等於說各位知道說我們很多的機身對手 有它的性能品牌 所以POLSTAR會變成一個 也會變成VOBO的一個性能品牌 這個是我想是一個高級車 做一個歐洲高級車品牌所不能或缺的 那POLSTAR的理念是 From Track to Road 這句話很簡單就是說 它所有的理念都是從賽車場帶下來的 所以它很多設計 包括我們在我們介紹的最多的東西 它不像我們的對手 都可能是做一些什麼運動化的調教 如果不是我們是把賽車的東西拿下來 變得路面化 而且我們另外它至於是一部VOBO 所以它一定要有VOBO的舒適安全等等 所以各位 由於是各位很多 我想在這裡面在座很多車迷 車迷最常在想的是第一個 就蓋車庫 為了車庫你要多大 要擺什麼車 有超級跑車 有MPV 有SUV 但是一般人來講 大概你一輩子 或是一輩子 大概你一一 在當下的時候 你只能擁有一部車 假如只能擁有一部車 你又特別愛開車 你又喜歡家庭 你又偶爾要去露營的話 那我想V6系POLSTAR是你 絕對不可以忘記這部車子 這部車是一部 它在全天候全地形 都可以使用一部好車子 所以它跟一般的 不是讓你一半天早上 從專屜 從實際體驗商 來了解HOLSTAR 那我今天很謝謝各位來這邊 那下禮拜就是中秋節 我也在這邊祝各位 敬祝各位中秋愉快 謝謝大家 各位媒體朋友以及現場會賓還有同事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Ted 那接下來請容許我用一些時間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這個HOLSTAR的品牌 以及我們的V60HOLSTAR 那剛剛看到非常多現場很多專業的 不管是過去的媒體啦 或是真正自己有在玩車的人 那待會真是翻門弄斷了 我們盡量會把產品介紹的淺顯易 那深入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後可以再好好討論一下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段原廠的這個觀光的影片 裡面有說明 recipes priv油,清潔,快速适量 也更快 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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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V60 POSTAR 改變了 你明白嗎? 後來試試 好的 那陳榮剛總裁所說 其實VOLGAL跟POSTAR 我們在1996年就已經開始有些合作了 那在去年呢 我們正式的100%把它買下來 成為我們專屬的這個性能支品牌 那總算BOBO也有跟其他 德系的對手抗衡的這種性能品牌 那我們是期望藉由POSTAR在多年賽車上的經驗 來開發我們這個高性能的車款 那未來我們希望除了在60系列以外 未來的90甚至40系列都有機會可以推出這樣高性能的車款 那其實POSTAR它的賽事經濟是非常豐富的 除了在STCC的這個錦標賽裡頭 獲得了五四車手元度冠軍 以及七四車廠的冠軍頭銜以外 在13到15年已經連續三年是雙冠王 那今年的目標也希望可以把四連霸這樣的目的達成 那今年的話特別像剛總裁提到 我們第一次參加WTCC 也就是正式把這個POSTAR給牌推到國際上來 那很快的回顧一下WTCC賽事的這個境況 在本月初9月3號4號在日本已經比賽完畢了 那賽事的結果相當的不錯 我們得到了第五跟第六位的這個名次 那在年度的戰果來講的話目前排行在第四 那三位的車手裡頭也都有在排行榜上 那因為我們是第一年參賽 我們有一個詳盡的這個計畫 我們當然知道這需要一些經驗的累積跟技術的這個累積 所以我們目標是在第一年呢 我們在做一些WTCC賽事上的一些經驗的學習 那第二年我們希望可以站上頒獎台 那取得冠軍 那但是第三年他們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把這個會冠帶回瑞典 所以贏得整個總冠軍的頭銜 那介紹一下這個WTCC賽車的這個基本的一些技術規格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樣是採用我們DriveV引擎這樣的本體 那當然因應賽事這些針對賽車的這個規範底下 我們做一些不一樣的調校 所以馬力增加到400匹 那車重也潛行到了1100公斤 那同時呢 雖然我們是第一年參賽 但是大會的Savity Car已經用了V60 Polestar 那這表示說 我們Polestar這個在速度、操控以及安全上 都是符合FIA的規範 想辦法獲得這項殊榮 那剛剛總裁這邊也提到了 我們的關鍵的一個造車裡面 就是From Track to Road 我們應用了這個從賽道上汲取的經驗 但是我們打造出兼具日常實用性的這個車款 比如像剛剛提到這個DriveV引擎 其實在大部分的部品 都可以直接從市售車型流用到賽車上 這就顯現我們在跟一般其他車廠 他們做賽車跟日常一般車廠上最大的 節量不同的差異 我們是有很緊密的連結的 那同時我們也透過這個Polestar 優化這些套件 讓每一位一般的車主 都有機會體驗到真正的賽車的DNA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專業的賽車的經驗跟技術呢 我們憑藉過去的這些累積起來的這些知識 開發的這個V60 它實在無論在任何的道路 任何的路況 以及一年四季到頭 都是它的舞台 那對我們原廠來講 這就是我們新立東最理想的高性能房車 那其實上次的目的非常簡單 我們希望在一般時售車型上提供套件 讓車主也可以享用到真正賽車的DNA 雖然你可能沒辦法負擔的起我們真正的Polestar 但一般民眾還是有機會體驗到賽車的精神 那同時呢 不好意思 同時呢 過去我們在Polestar沒推出前 我們知道到T6R這樣的版本 那藉由Polestar的進入呢 讓我們整個產品線更加的完整 強化我們產品線整體的站立 那當然最重要的目標 目標就是要提升我們整體的這個品牌形象 讓我們跟其他欧系的這些德系的對手可以做 平起平坐 那我們當然也知道 我們在這個品牌的經營 是剛開始起步的狀態 我們不像其他的對手經營了那麼多年 那我們目前推出的目標 我們的定位呢 也不是在真正的M-Cup 也不是中間的RS的部分 我們鎖定的是在M-Performance 或是S-Line 或是AMG這部分的車型 那麼在外觀的部分呢 我們在產品的介紹外觀部分 雖然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們有S60 V60 那為什麼我們要只進V60 原因是因為 我們認為這個全天候的這個 高性能的旅行車 在市場上有相當好的潛力 那特別旅行車又是過去Vovo的一個強項 過去的銷售經驗都非常好 所以我們希望結合這兩部分 相信它會有很好的銷售成績 那車色的部分來講的話 除了待會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潘映嵐以外 我們也提供了其他三種顏色 給比較相對低調的車主來做選擇 特別是極地白 冰河影以及瑪朗黑 其他的外觀 那其他的外觀 我們會快速的帶過 待會可以看實車會更清楚 當然有專屬的這個 前的水箱護罩 前保桿 以及這個灰飾 那我們還有 針對Postar的車型 有一個下壓力 大概提供46磅的這個下壓力 雙出的尾管 以及尾門的灰飾 還有原廠搭配這個 米其林2535R20的 PSS的輪胎 那內裝部分的話 也是把相關Postar的元素 都植入進去的 讓它的動感 運動性非常的強烈 那同時 這個中控台部分 也是用真正 碳纖維部分的材質來打造的 那有乘坐舒適性 以及包覆性都非常好的 這個專屬跑車的座椅 以及握桿上面 協助你操駕上更便利的 更運動化的這個專屬方向盤 那能夠讓我們的車 可以稱為是全天候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們搭載這個 四輪驅動的系統 那這套系統其實是 OPWANA 它這個HODEX第五代 這個全時四輪驅動系統 包含了這個AOC的主動口合器 那它其實搭載 搭配了這個 電子ER的多變式離合器 那它的反應時間非常快速 大概只要一百毫秒而已 比一般人正常雜眼速度還快四倍 那同時呢 我們在緊急 假設未來車主需要做一些救援動作的話 它也可以因應做單軸的脫調 雖然它是四輪驅動設計 但我們車子的設定在熄骨之後 它這個離合電子 離合器是脫離的 所以可以進行短生 低速的這個單層脫調 而且呢 因應POLSTAR的設定 我們允許更多的扭力 分配到後軸上面 那我們只透過這個 差速器的電子模組 來進行扭力的分配 一般的情況底下 只要四輪抓地力允許的話 我會以15時的比例來做分配 那在系統偵測 讓你入彎能像車的加速度 有提升的時候呢 它會把更多的扭力分配到後軸 所以開起來 為什麼之前有媒體提到 開起來有點像是 後驅的四輪驅動車型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它會把比較多的扭力 釋放到後軸上面去 但是它也接觸到 你高速行駛的這個穩定力 所以一旦車速超過160的時候 它會把後軸的這個 扭力分配降低 來提升它的穩定 那同時呢 在所有的狀況底下 不論怎麼樣的路況 或是情況之下呢 我們所有的後軸的扭力 基本上都會維持在15%以上 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一旦前輪是在定面上 完全是去抓地力的時候 原則上它可以把100% 可以用的扭力都輸出到後軸上去 那16跟17年式 Postar的差距 其實我們引進的是17年式 那其中這兩個年式 最大差異是在於動力系統 那16年式的Postar 在國外他們採用的是 3.0的16 那也是用渦輪增壓 搭配只有六速的字塔 馬力是350p 然後加速大概5秒 那17年式呢 我們採用最新的DriveE的科技的引擎 所以吸氣速降低 只有2000cc 但是我們採用波輪跟機械的雙增壓 搭配的是8速的字塔 所以馬力呢 帶給消費者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們馬力提升的是7p 前手減重20公斤 那加速表現也提升了0.2秒 那因為前手的減重 所以在Turning 在入彎的時候的操控表 就會更明顯 那我們這顆新的這個世代的引擎 代號T43的這個引擎 其實就是現在我們T6R上面不用 T9這顆引擎的升級版 那到底它有哪些差異呢 針對引擎跟變速相好 我們除了說針對軟體的升級以外 進氣部分啊 進排氣的吐輪軸 氣門彈簧 連桿的縮短 壓縮比也調降 波輪增壓器也加大 進排氣的這個口徑也變大 這完全就是要因應這個大馬力輸出的這個進排氣需求 那重點是我們還有一個運動化的排氣閘門 它可以因應 它有電動馬達來控制 會根據你所在的檔位跟轉速做不一樣的調節 那比如說 只要在S檔的情況底下 無論如何它兩邊的閘門都會打開 所以那個聲浪是最運動感的 那當然底盤跟懸吊的部分也有除了輕量化的改善以外 我們更重要的是搭載了ORINS的這個減盛系統 以及GRAMBOR的這個六火塞卡鉗 那這些目的呢 就是讓我們整台車其實就跟著很像道路版的廠車一樣 對喜歡改車的人可能不是好事 因為你都不能改 我們都幫你放上去做為標準配備 那簡單介紹一下ORINS這個避震器 其實它也是一家瑞典的公司 那其實主要都是跟其他賽事的車廠合作 很少跟真正的原廠的品牌合作 那我們是第二部 第一部就是跟LEVEL 1的大流 那他們的獨門技術就是這個DFE的科技 它是雙向流動的避震器 其實是機械作動的原理 那相較的好處就在於說 因應更頻次更高這種路面的起步狀況 會比電子式可調的來得更可操更穩定 那我們雖然是競技的取向 但是在乘坐舒適上也取得一定的平衡 所以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組合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選用ORINS的避震器 那阻尼設定它可以前後30段的可調 那未來有機會在它旁邊的話 大家可以詳細體驗一下這個 阻尼部分設定的一些差異 那另外一個亮點就是在這個Brainboard的六活塞卡前 那相信在座的都比我們都非常懂車 這個Brainboard這個東西一推出來 就代表了這個煞車性能的一個一定的保證 那因為有六活塞的設定 我們可以容納更大的這個來臨天 所以讓煞車部分啊等等的溫度的部分的控制 都能夠確保我們煞車性能跟100%的發揮 那也就是因為我們做了這個 競技級的這個煞車系統 所以其實原廠在建立 未來做車主的時候 今天要做這樣子的磨合 這樣才有辦法把真正的煞車性能發揮出來 那也不用擔心說因為這樣的磨合 造成一些磨奧、損耗等等 因為它就是專門為高頻式的煞車所設計 所以這樣子的磨合反而是有助於你的性能提升 那講這麼多厲害的配備跟賽道企 這種配備的套件啊等等 我們到底價格上面會怎樣來推出 假設我們以現在V60 T6的R這個版本 247萬來看 ORANCE的這個抑震器、Brembo的卡鉗 20吋的鋁圈加上米其妮的PSS輪胎、晶片 以及所有的輕拍器系統等等 加起來出估市場行情大概就要100萬 即使你改了這樣以後 你的馬力跟真正的Hallstar還是有57T的差距 而且沒有原廠保護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到這樣彎彎真正廠車的規模的話 這個價格相信是非常高的喔 那確實我們看到在日本的定價方面 它其實比Audi的AX4 Avant貴了大概2.9% 那原廠當時也是希望以這樣的價格聲明來定義台灣市場的價格 那所以它一開始要求是至少要一個325萬這樣的價格 後來今天藉由我們總裁跟內部同仁多次的溝通協調 我們增進到最晉升率的333萬 所以在台灣市場中賣的反而是比AX4 Avant還要來的便宜 這是跟國外市場一個最大的差距 那剛剛提到我們主要的晉升對手鎖定是在像Audi的AX4 或是ZEXPENSE AMG C43 ASTEP這樣的車型 所以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以車價上來說我們333萬 Audi 369萬 賓士 361萬 性能上面來講我們跟賓士差不多是平起動作 我們的馬力相當一樣 那加速性能也是一樣 那當然是比AX4來的好很多 那這邊AX4的店雖然是舊盤 即使是新款我們的馬力或加入性能還是比他們來的好 而且我們因為是2.0cc 所以最近上有些優勢以及減重的方式 所以讓前走你在操控上的話是更有優勢更靈敏 那另外再看這些賽道級的配備 像剛剛提到的Orinse Rainbow 跟近排氣勢這些系統 幾乎都是原廠從賽道上直接移植過來的 那搭配了20歲女圈跟這種性能的跑胎 以及PSS跑胎 這些在訂正對手來講的話其實都看不到 那他們只是強調他們自己X-Line 或者是AMG這種運動化的設定 跟真正賽道級的配備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當然我們也沒有忘記Vovo其實也重視舒適跟安全 所以大家知道這些主動配動的這個先進的安全科技 我們都是標準配備 那競爭對手奧迪來講都沒有 那賓士呢即使他們有搭載Blitz停車輔助360度安全 那還有防撞的這個輔助但也都只有警示的功能 所以在安全上面來講我還是搖搖的領先 那麼針對這次上市我們也希望說提供一些優惠給這些準車主 所以我們有規劃在只要即日起到月底為止 之前下單這些準車主 我們都會邀請大家到我們大鴻灣 可以跟我們原廠這個賽車手做進去的這個試乘的體驗 那除了我們車子像剛剛總的提到 除了我們上市Postar這品牌以外 另外我們要推出的就是Postar的套件 像我左邊看到這一台就是我們本月主打 在搭載Postar的套件 XC60QR 那我們原廠的Postar的套件 大家可以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個是性能優化 就是所謂晶片的部分 還有底盤布皮 內裝外端的一些套件 還有性能圈胎組 以及我們競排器的系統 那我們先針對大家比較感興趣的這個晶片部分 來做一些說明 其實性能優化帶給客戶的利益 除了當然油門反應 換檔的進退檔速度會加快 那檔位最式化 油門還有收油的反應 以及引擎的性能 其實我們除了在速度上有更快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著重在中間轉速的這個部分的表現 因為中間轉速才是這次行消費者 一般最常使用到的區域 這也是我們跟其他這些性能改裝廠的這個出發點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更著重的是實用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各個動力系統 它在升級之後的這個表現 雖然說中期的馬力看起來似乎沒有成長很多 但舉例來講 比如說以我們的T5這顆引擎 加裝之後中期馬力升級 只有提升了8P 但大家看到它在中間轉速 大概3500左右這個區域 它的馬力提升了25P 所以對消費者來講 它真的開起來 市場使用上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明顯 那麼這些針對晶片部分的升級 我們試用的車型在40系列的話 就是D4跟T5的車型可以做這樣的晶片升級 那60系列的話 D4、D5、T5跟T6都有 那XC90的話 目前我們只針對D5 那後續我會陸陸續續領進其他的車 在其他引擎上面 那原廠調教的功力 另外後面可以看得出來是 即使經過這樣的晶片升級 我們對油耗跟CO度的排放都不會有影響 這是其他車廠這邊可能看不到的地方 那其他相關的部分的話 有靜台系的系統 有這些高輪浪濾心 尾管跟後擾流試板 那底盤的部品 我們有一個運動方的避震器 以及已經是拉桿 性能的圈胎組 從19吋到21吋不等 還有相當豐富的內裝及外觀的套件 所以對消費者來講 你有非常多的選擇 針對個人的需求 假設我只是要外觀看起來很殺人 你可以針對外觀部分的套件去做選擇 假設我只是正式內在的話 我可以改我的懸吊部品地盤以及晶片 所以我們提供了各種不一樣的靜台器 針對靜台器的部分 車身的部分 旅圈胎組的部分 以及內外外觀的部分 都有提供不一樣的套件 給消費者做選擇 那也建議消費者是在新車的時候搭載 因為可以看到 從定價到新車的架構架 其實都很大股的優惠 而且新車架構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提供這個 配件的這個 禮券給大家 所以建議大家在購車的時候 都會直接搭載在新車上 這是最划算的 當然如果預算允許的話 其實直接上全才是最好的話 舉例來講 假設以同樣是V60的T6R這台車 跟我們相當的對手 應該就會是 Audi的A4 45 TFSI Avan 在沒有升級晶片之前 其實我們的動力 就已經比它還得好 一旦升級之後 我們的車價從247萬 會增加到273萬6 那比起Audi的A4 售價282萬 其實還是來得便宜 那更不用談到 我們的動力是比它好的 我們的所有的這個 旗艦皮的配備 安全儲用安全配備 都比大家好 也就是說 假設消費者在280萬以內 想要購買一台 運動版的休旅車的話 其實我們是最好的選擇 那剛剛也提到了 針對9月份 我們搭載了一個特製的車型 那它是以限量特價216萬的方式 那同時你可以享有高額的營利率 還有多項Postar的專屬配件 跟動力升級 總優惠的價值其實超過27萬 那最後跟大家預告一下 就是針對Postar相關的一些活動 首先我們會在明天開始 會在經銷商端展開這個 所謂的巡迴的見面會 所以在主要的經銷商的各展間呢 我們都會邀請 請銷商邀請我們的消費者 以及VIP來近距離的賞車 那所以從9月10號到10月 會進行這部分的活動 那另外跟在座各位最相關的就是 我們會在大鴻灣10月18到20號 舉辦媒體的這個 還有VIP的這個真正的體驗活動 很抱歉今天真的只能讓各位 靜態的再上車 那到時候請大家 進行釋放你的駕駛技術 而且我們有邀請了Postar原廠 我們的第一位首席車手Ted 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位Ted 他也會來 那他真的很厲害 那他會親身來做這位的 試乘跟指導 所以相信到時候活動 希望各位會有很好的收穫 那其實還有一個秘技啊 雖然原廠的人不在 我們知道他們在透露 其實除了Sports黨以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會到Sports Plus 就像以前大家如果 有打過電動玩具就知道 有些特殊的案件 一旦你進入S檔 那我們先推 在加檔的情況底下 同時方向環撥片 撥兩下到退檔 那就看到S3兩下 這就進入了Sports Plus 這個在原廠的所有文件上 或是行物上都不會出現 那這次他們私底下透露說 在試車的時候大家可以試試看好 所以總結來講 其實 V60 Polestar 應該是市場上 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 運動秀 運動旅行車裡頭 我們應該是最熱血 因為 所有賽道級的配備 我們搭配 原廠規格 而且我們是最安全的 因為 這個 這個保護本身 這個安全的DNA 我們都沒有忘記 所以主被動 先進安全科技配備 我們都是標準配備 那 還有剛剛提到這些 很厲害的 Orinse Rainbow 我們也是標配給大家 所以 對我們來講 這台V60 Polestar 是全天候公路 廠車好玩 性能毛利 非常的長 但因為它真的就是這麼厲害 那 接下來 請大家來賞車 實際賞車 以及我們現場展示了 很多這個真正的套件 因為 怕大家趴下去 拍不好拍 所以我們都把它展示出來了 那上面真的都可以看到 Brembo Orinse 這樣子的名文刻在上面 雖然 外面可能是寫的 Post 但 可以看到刻上面 就是Brembo的東西 所以我們是真材實料 原製原味的這個賽事 謝謝大家